今年9月18号,是918事变爆发88周年 当天,在吉林长春,2000余名社会各界人士来到维茂皇宫博物院参加纪念活动 现场集体宣誓不忘国耻 长春是日本清华时期炮制的所谓维满洲国首都 坐落于死的维茂皇宫是当年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的伪政权所在地 留有大量日本清华罪证 当天9时18分,刺耳的防空警报在长春上空响起 参加纪念活动的各界人士,在警报声中默哀 悼念在战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和死难同胞 随后,众人在勿忘国耻,真心中华的条幅上签字明智 在我们军训期间正值918事变88周年 今天我们来到了长春维满皇宫博物馆 也是近距离更深刻地了解918事变的整个过程 我带着一个很沉重的心情来参加这个日子 因为在旧社会,我的姑姑,我的叔叔都掺死在日本的徒刀下 从1988年至今,礼节每一年都会参加918事变相关纪念活动 告诫自己和家人勿忘国耻 东北是中国对日作战最早,历史最长的地区 在维满皇宫博物院东北沦陷时陈列馆 有上千件历史图片和文物 真实地展现了日军从谋划到侵占探夺中国东北的14年历史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呢 让大家保持对国家,对国耻,对国难 以及中华民族苦难抗争的这样的一个记忆 我们保持记忆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历史 然后保持着这样的一种爱国的热情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